吾皇圣明 担待罪该万一 朕的许多大臣 像岳贵这些人 一直想对朕建言沉奏此情 都因为惧怕 皇威浩荡 不敢直言 你的罪己诏啊 正好被他们所利用 你能如此 苏建你 心中还有我大清基业 还有国家设计 就此一点 朕就不杀你了 将你流放新疆 谢主隆恩 保守金环四海 是仁德于天下 真是大清的福分 你要是不打青年的主意 我就更放心了 我没 这 朕查阅了大量的大案 经过反复的思考 现在决定 接受和珅王节的请奏 招许 瑞秦王多尔滚的冤案 恢复其后人的踪迹 此时万万岁 此时万万不可 按我大清的律律 此时应该有九卿义政王一事 在奏报皇上 皇上 康熙爷立下了规矩 这事必须有九卿义政王一事 柳王 朕决心已定 就不必经过九卿义政王一事了 皇上还不明白 如果九卿义政王一事 大家都不同意的话 皇上想昭雪多尔滚 也不能下这道昭狱呀 怎么 你敢要挟朕 不敢 这也没有办法呀 朕是康熙爷立下的规矩 退下 朕是皇上 朕做了决定 难道你们还要干涉吗 宣粘带觐鉴 宣粘带觐鉴 罪名粘带 叩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粘带 朕经过再三考虑 决定昭雪多尔滚冤案 所有受死冤案牵连的 魏王后人 从即日起 一律恢复踪迹 原有的田产房屋 着内务府 根据记载逐一何时返还 朕尔滚 臣与冤败日 今日昭雪 地下有知 也会欢喜雀悦 朕代 以朕尔滚后代子孙 愿为皇上竭尽绵薄之力 虽干脑涂地 也在所不辞 吾皇圣明啊 吾皇圣明 吾皇圣明 请皇上收回死赵 吾皇圣明 吾皇圣明 请求皇上收回死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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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皇圣明 吾皇圣明 请求皇上收回死赵 吾皇圣明 吾皇圣明 请求皇上收回死赵 吾皇圣明 皇上收回承招 康熙爷的规矩不能改 皇上收回承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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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烦死人了 来人哪 谁在跪着不走 帐则二十大板 是 傅长安 臣在 浙江乃我大清的粮仓 而且人文昌盛 这次你去浙江不缺巡抚一职 要勤于政务 悉心都里下属 不可加重百姓的负担 记住 为官一任 要造福一方啊 谢皇上 臣一定牢记皇上的教诲 奴才已到浙江 马上做好迎接圣家的准备 站在带我写了一份罪己诏 恐怕这次难寻不成了 万岁 您担心的是地方官吏敲诈勒索 那皇上何不下一道诏狱 免除沿途百姓的钱粮碎银 那隐患不就消除了吗 唉 说得也是啊 争虽赈意 正虽战亿 何珊还是你姬民呢 开心啊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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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i that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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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二位在客厅稍动 我这得去警报老爷 饿到人 后条我再来给您换药 你好好休息 老爷 老爷 岳瑶姑娘看你来了 要不我给她叫你来 混账 我怎么趴着能见人吗 扶我起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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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来看我的笑话 晚上特意来看着人家 带来上好的燕窝不成敬意 妈 你说这帮子打脑不好 这二十大把全打在屁股上 害得也趴着睡觉 站着吃饭 老夫为官清正 从来不收一丝一线 这些个东西拿回去 别脏了我的桌子 妈 大舅爷 这亲戚之间 和尚送点燕窝给您了 这不算行贿 要是你送 算是你对我的孝心 他算哪门子亲戚 滚 老爷 你 你给我出去 把舅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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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滚 何归 你好大的火气啊 快 我万岁 我万岁 今天朕来看看你 你伤得怎么样啊 起来吧 哎呀 你 你 陈太医 这 你得就这么趴着 将就个十天半个月的 你就好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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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您说什么 万岁爷走了没 还没走呢 万岁爷关心老爷的上市 这会儿在客厅候着等信呢 你还在这磨蹭干什么 快到客厅去 伺候万岁爷 老爷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 这些人哪 手也太重了 朕的意思是 让他们赶走逼宫请愿的老臣 可是他们 真敢下手打呀 还有你们 你们怎么敢 一块到这来呢 就不怕老恶贵会发怒 他对你们俩的事啊 那可是 一直耿耿于怀啊 有皇上 您给我们撑腰 哎 别提朕 你们俩的事啊 别把朕装进去 传出去 人家还以为朕 帮你拆散你和二公子的婚约呢 皇上 皇上可是答应过的 皇上惊口欲言 哎 怎么样 太医怎么说呀 回皇上话 太医说了 老爷的伤口真裂了 得休息个十天半个月的 老爷让小的出来 是皇上 哎 去去去去去 需要伺候的是他 不是朕 是皇上 非要 你别再提朕 是金口欲言了 你和二公子的婚约啊 朕 也做不了主 皇太后那儿 你们别指望朕会替你们说情 朕要难寻了 陪皇太后 一起去封太山 朕带上你 给你个机会 哎 伺候皇太后左右 解灵还需寄灵人吗 啊 谢万岁指点 万岁 万岁 万岁爷 你早点回宫去 你信下去吧 哎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万生是放心不下中堂大人 是啊 啊 爸 舅爷 和深是关系你 才没敢走 哎呀 你怎么又出来了 来来来 上屋里咱们躺着说 万岁爷您扶着老臣老臣折寿的 老家你万岁爷 万岁咱们扶着老臣折寿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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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下吧 不 万岁爷 老臣不能躺 只能趴着呢 那就趴着吧 哎呀 趴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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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屁股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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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深 还不进来赔罪啊 和深怎么气到你了 说出来 朕替你处罚他 啊 嗯 嗯 请中堂大人多多原谅晚上的不是 说呀 和深 到底有什么不是啊 他 他 他 我就不喜欢他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大舅爷啊 跟爷爷一样 对和深有偏见 你 哎呀 还不都是你惹出来的祸吗 哈哈 和深 你还待在这干什么 还不速去几宁 嗯 能在尊敬 朱大人 哎 哎 哎 老师 我去帮帮手 哎哎哎 哎哎 哎哎 何大人来来来来 帮帮手 朱大人 不难为您哪 要不咱们收工得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大气了 我就得干到底 啊 我得讲信用 来好嘞啊 哎呀 何大人来 哎哎 上了年纪就是不行啊 朱大人 嗯 两宫鸾一阶到几宁 您不知道啊 哎呀 这么大的事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哎 朱大人 嗯 我在您的鼠牙门前 没见到任何营鸾的准备 嗯 不会大事啊 哎呀 哈哈 老大人啊 你就安心吹链子 哎 我心里有数 不是 朱大人您这是何苦的 干嘛不用牛来拉呀 哎呀 哎呀 你啊 在上面当官啊 没下来过 你不知道详情啊 哎呀 这庄户主啊 多需要牛 多需要马呀 哎呦 哎呀 他们可得养我起啊 啊 哦 我看朱龟啊 这是找死啊 皇上关心皇太后的寝食安排 特前我来提醒朱龟 朱龟连人影都看不到 谁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是啊 我说 哎 人呐 你跑哪儿去了 这来了来了来了 来 我说朱龟的老猴子 到底跑哪儿去了啊 啊 朱大人您请坐 您请坐 朱大人哪 把鼠牙里的大小官员 书里牙里都打发出去了 在城东关帮着庄户人家 推磨离地 朱大人自己啊 也住进了一个王寡妇家里 哎 他呀 整天和王寡妇跑在一起 成了王寡妇的故宫 哎呀 大人啊 您瞧瞧 哎 这叫什么事啊 谁做官的不是吃朝廷的饭 不是想轻浮什么点 哎 这朱大人可好 整个把大家 卖给这些庄户人家了 这茶能喝 好啊 这好像还是黄山的毛尖呢 哎哟 哎哟 孙大人您说对了 正是黄山毛尖 怎么着 孙世忆来 这好茶也有了 点心盘子也上来了 啊 哎 哎 这 你 你怠慢了董督大人不是啊 不不不不 你这是永远无珠你这是啊 哎呀 哎呀在下糊涂啊 哎 我以为总督大人是公差 这茶叶点心呢 那那 那是在下自家的 废话 本总督是来查看 营卵准备情况 不是公差是什么 瞎了你的狗眼 哎呀 哎呀这 总督大人 哎 他也是咱们自己人 哎 是我让他监视竹龟的 哎 哎 看清楚了啊 哎哎 往后啊再遇见 总督大人 可不能再怠慢了 哎哎 哎哎小人该死 哎小人该死 哎 怠慢了总督大人 请总督大人 原谅 算了算了 做事竹龟吧 皇上马上就要到了 这老猴子安分不安分哪 二位大人请看 这是朱大人精心准备的 我想啊 他这是为皇上南巡 经过济宁室啊 成为皇上看的 哎 哎 这这是我的账本啊 这老猴子怎么会有啊 哎 你看看 这使用合工的人数 工程款 开捐住堂 这 这不全齐了吗 哎 我说你大意不大意啊 这是 哎 这该死的老猴子 哎 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啊 哦 听说是一个叫王杰的书生 帮着朱大人搞到的 王杰啊 现在是星科状元了 木头脑袋一根筋 我呀 最烦这些读书人 不过 从这账本上来看 嗯 孙十一 你这小子 也瞒了我不少 不 你我 这肥肉都揣到自己怀里了 我我我我 那我喝的都是残羹盛汤啊 呦 有总督大人在 我孙十一岂敢哪 总督大人哪一份啊 不是 我就给您送过去 我 好了好了 不说了啊 你呢 我还是信任的 哎 山登巡抚这个位子 迟早我要禀告万岁爷 求你来担任 哎呦 在下全仰仗总督大人了 我 去 把那账本给我上去 哎 大人放心 我已经另做一套账本 给朱大人来个调包 哦 各种堂辛苦了 哈哈 猪龟人哪 听朱师爷说 他在崇东的一个寡妇家 哎 鼠牙里就在下一个人 都不在 你们俩别等着看猪龟的笑话 你们都是山东的官员 带慢了两宫鸾鱼 都难逃干系 黄太后一路劳队 你们这吃住都没准备好 你 赶快到前面去拦着 来 让黄太后的鸾鱼 直接到行带 别在这儿停留 快去 嗯 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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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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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后 怎么搞的 现在才打扫房间 祭宁之州一点没准备 终归他 救你花多 祭宁之州不愿意接待 咱们回游船上住去 皇后 你有话慢慢说 千万别生气 皇上的大臣不愿意接待挨家 我还说什么 走 回游船 皇后娘息怒 蓉儿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到客房去看看 这能住吗 李世遥 你这是怎么搞的 打扫没打扫 整理没整理 你让皇太后怎么住啊 你给朕解释解释 祝贵他 出口 祝贵朕自会处罚他 你是怎么准备的呢 朕以诏语沿途 减免今年的黄粮 你们这些地方大园 难道还不满足吗 看来啊 你们是不愿意 两宫经过你们山东啊 好吧 朕回京时 就绕到河南 不经过你们山东了 万岁息怒 臣 绝无此意啊 绝无此意 那为何济宁府没准备好啊 被植上个月就下达了通告 鸾狱要经过各地 斥令各地官员要恭迎圣驾 哪干有半点泄满之处 招听说 朕龟 是知道两宫到达的时间咯 他当然知道 这个资州不知道 对后宫有什么成见 如此怠慢 他呀 不想两宫过几年 这是有意怠慢哪 这儿的资州可是卫凤兵 回皇代后早无事了 敢如此胆塌妄为呢 他只有朕龟呀 朕龟 玉清宫总师父朱龟吗 又正是他 朱龟他是礼不逝了 玉清宫总师父 他在纪宁院上干什么 难道皇上处罚了朱龟 皇上对朱龟是够人厚的了 依我看 这朱龟对皇上的处罚 他是心存不满 他不赢价 那是有意 好你啊 朱龟真的在一个寡妇家里 千真万确 朱龟跟着王寡妇勾的可有日子了 他现在竟然搬到王寡妇那住去了 恐怕连公务也懈怠了 这说的是朱龟吗 就是玉清宫总师父朱龟 他叫真不敢相信 是 朱龟向来尽心本职 勤勉自律 此次赢价迟缓 臣以为绝非是故意冒犯圣上 其中必有缘故 不是赢价迟缓 是根本没有赢价 哼 大胆朱龟 竟敢因为一个寡妇 耽误了朕的大事 李世遥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安排老佛爷休息 后宫这么多人 都能站在院子里吗 你身为总督巡抚 总不能把责任推给下属 你 老佛爷 微臣这就去安排 朱龟会勾搭一个寡妇 臣不敢相信 老佛爷 臣也不信朱龟能干出这种事来 孙世遥 微臣在 去 把朱龟和那个淫妇 给朕拿下 万岁 微臣早就不是山东巡抚了 不是巡抚 朕命你为钦差 怎么 你也要抗旨 臣不敢抗旨 臣领旨 你 哎呀 何大人 哎呀 这个孙世遥 又当河都 又当巡抚 哎呀 把这金银舟的地面 搜刮得太厉害了 我上任拙心见语 就把黄山遭遇尽收黄粮 严禁接在两公团域 故障老佛 我这才啊 以供柴银 用这个办法来接待两公团域 哎呀 你看啊 赵伯 哇 衙门口里的上上下下 都来给这庄公团当庄公 来让他们呢 去当河公 再用当河公的躺银 来迎接两公团域啊 来迎接两公团域啊 是这样啊 那真是难为人的 真没想到啊 下面已经弄成这个样子了 真应该让皇上下来看看呢 这不善啊 何大人 您哪 替我安排一下 皇上王太后的寝室 只能安排在庄护人家住了 皇上要是问起来 您就说我朱归没有钱修理行载 只要把他安排在庄护人家住 您记住了 记住了 好 朱归接旨 臣接旨 是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济宁之州朱归 担逆女色 懈怠公务 不迎鸾鱼 怠慢两宫 拙摘去顶带花铃 押入大牢候审 钦此 臣接旨 谢恩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人朱大人为我们老百姓那里能 退没的 倒落得立身的不是啊 哎呀 孙世宇 是你在皇上面前诬告的 孙世宇啊 你说我什么都成 你是我朱归淡地女色 你行 你记住 我早晚 要让你当着皇上的面 说清楚 都说捉奸捉双啊 你和那寡妇勾勾勾搭搭的 难道本钦差我冤枉你不成吗 来呀 把那女人给我带走 孙世宇你不得回来 孙世宇你少管闲事 本钦差是奉旨办差的 你这个狗怪 你说朱大人和我 你这狐狸精够与朝廷命官 这朱归赢价迟缓 醉得还有礼一半的 孙世宇啊 孙世宇 哎呀 你竟敢如此的不灭造语 我朱归是什么人 俄中堂之道 皇上庆祝我 你这狗怪你满头盔头的 哎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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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为来人 那把这人给我拉倒啊哎呦 哎呦 孙世宇 今日这是我的亲眼目睹 你逃脱不了干系的 是钦差奉旨捉拿朱归和这个印封 你看见又怎么样 好好好咱们走着瞧 那大哥走过 那怀我轻白你 那怀我轻白你 你拉走开拉走 真是不得的叫人 不得的叫人呐 朱大人 轻者自轻 卓者自卓 人间自有功力在的 快 那两个轻贩给我带走 从小乡到大街 让几年的百姓好好见识见识 他们的副官是什么人 快 带走 黄和娘 您对月瑶姑娘还满意吗 满意 十二分的满意 就是身边有了月瑶姑娘 我这气才顺多了 可惜啊 她是个快要成婚的 要不然回宫后 就找她进慈宁宫多陪陪我了 老佛爷有幸啊 回去我就进慈宁宫 整日陪伴老佛爷 又说好听的 我一个老太太 哪儿能当你的青春年华呀 禀报皇上 和尚来请万太爷 皇太后移驾 要朕往哪儿移啊 诸贵是一点准备都没有 和尚进来吧 正儿 我得和尚给皇上 太后老佛爷请安 起来说话 谢皇上 你去找如归了吗 她在那个寡妇家 做什么呢 回皇上 朱大人正光着膀子 给王寡妇推脸子呢 推脸子 推脸子不都用牲口吗 朱贵怎么推脸子 奴才也是刚刚知道的 原来这牛马 对庄护人家是稀罕物 并不是每一个庄护人家 都能买得起牛和马的 那些没有牛马的人家 只用人来拉梨 来推脸子拉末 是这样 朱贵他怎么就弄得 朱大人为了迎接两宫鸾鱼 可谓用心良苦 他对皇上的忠心 连奴才都十分感动 你感动什么 你到行载里去仔细看看 看看朱贵准备了些什么 回皇上 朱贵在被孙世义抓走时 曾向奴才交代 他接待两宫鸾鱼的寝食 全安排在庄护人家里 因为在行载里安排 他实在是没有钱 朱大人这是以供折银的办法 奴才以为朱大人 这也实在是迫不得已 这能用朱贵多少银子呀 分明是不愿意接待 详情 诺贵实在不得而知 只是听朱大人讲过 前任济宁之州魏洪斌 为了讨好都府 求得自己的升迁 该孝敬的差不多全孝敬了 朱大人到任的时候 济宁州鼠牙 他已经是个枯壳了 一两银子也没给朱大人 皇上 皇太后 奴才斗胆替朱大人 请两宫移驾农家庄园 那里是朱大人 早就为两宫预备好的 奴才已经前去查验过了 虽然比不得行在华丽 但是颇有一番情趣 奴才以为皇上 皇太后 何不借此机会体验一下农家生活 老伯爷 小女子觉得 和珅说得有点道理 想想看 平日里皇上 皇太后 身居皇宫 这次出来南巡 驻碧也尽在行在行宫 这行在行宫啊 都是按照皇宫 专门为接待皇上而建造的 农家的乐趣依然领略不到 这次有机会啊 正好可以进农家领略一番啊 农爷爷 别跟和珅一唱一鹤 这珠龟 带完两宫 到台阶下 岳瑶哪儿提珠龟了 朝政地方大成的事 我这儿不提 岳瑶说得有道理啊 这不赶上了吗 既然静宁中 没钱收拾寻在接待 安排了农家庄园 那就去住住 农家饭嘛 也不妨吃吃 凭人理想还真没这个机会呢 黄外娘 您说珠龟这么做 是不是骚扰百姓 有 这可是没想到的 朱大人把接待两宫安排在农家院落 是以劳折营的办法 农才以为 并不算向老百姓强行摊派啊 什么叫以劳折营 就是朱大人和鼠牙的官员 书立 衙役们 去给这些农户干活 帮他们推脸子 拉磨 干农活 以换取这些农户代替鼠牙 接待两宫 真难为他这个穷之舟了 哀家倒觉得 给朱龟添麻烦呢 朱龟真到了这种地步 皇上 奴才不敢有半点虚言 朱大人替人拉离 是奴才亲眼所见 而且 奴才还帮拉了几个来活呢 至于其他的官员 也照例替农户干活 奴才也是亲眼所见的 老大人 您要什么东西吗 我 我什么我也不要 我问你 你这是男劳房是女劳房 回大人 嗯 这是女劳房 女劳房 我是男的是女人 大人您当然是男的了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把我关到女劳房里头 而且这里他还有个副导人家 而且他还是个寡步 你懂不懂男女有别 下官怎能不知道这些 这是孙秦斋下的司令 是吧 说大人您犯了花案 我关 把你们关在一个房里 把我夹尖 去你娘们臭火獎 臭火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不要脸 让我跟一个脏老头过来一起 我过什么夹尖啊我 我大清刑律 男女侨徒必须分开 你知道不知道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混讲话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你给我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我去另外一个牢房去 你帮我门啊 我把你打开 你退 我去 躲不起 躲得起 我来 我去 把你打开 我去 坐 这就是你 我去 这就 我去 你这个 我去 我去 你这个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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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我去 想得出来 总督大人 这朱龟下来刁断 这里边会不会有诈呀 你怕什么 他告济清府亏空 那也是前任魏红斌的事 跟你没关系 这朱龟家自有 农家乐 来来来 见过皇太后 给皇太后请安 祝皇太后鸿骨齐天 寿禀南山 起来 都快起来 是哀家要给你们添麻烦 是哀家要给你们添麻烦 是哀家 老公 通报一下 我来陪皇上下棋啊 下棋 后着 退下 皇上 孙世忆在外面后着了 请他进来 这 进来吧 微臣叩见 乌皇万岁 这福长安啊 忠厚老实 万岁爷 选他的浙江巡抚 那真是选对人了 那你说 朕选臣子 哪个选错了 这 万岁爷 朕你把微臣给拦住了 万岁爷 慧眼睿智 向来选日贤能 岂能看走眼 朕选臣子啊 还真看走眼一次 你知道吗 这朱龟奉旨不能自免 这个 也怪不得皇上啊 你怎么知道 朕说的这个人就是朱龟呢 这不是朱龟 这儿寒得有别人 叶瑶 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万岁 皇太后的寝息 已经安排妥当了 皇太后 没生气吧 回万岁 皇太后高兴得不得了 只夸奖朱大人有心 让他老人家 领略了农家的生活情趣 这就好啊 这就好啊 黄太后还说 得了机会 一定赏赐朱大人 是和珅让你来的吧 哪儿啊 也要伺候黄太后 替皇太后传话 不关和珅的事 和珅啊 正找机会呢 要替朱龟 你就来了 万岁爷猜透了奴才的心思 但奴才的确没跟月瑶商量过 是吗 月瑶 你都听见了 好了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你去伺候皇太后吧 你的心思啊 全用在皇太后那里 这里的事你就别掺和了 万岁 我怎么禀报皇太后啊 你什么也不要说 你呀 别老听和珅的 万岁 那又要就去伺候皇太后了 嗯